马克思的那个时代 因为是在自由资本时代 所以资本主义的危机的频繁的发生 所以马克思就预言了资本主义 已经没有生命力了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到来了 而且马上就要进入社会主义了 但是他就论为 他说实际上 资本主义 它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 这样一个社会形态 它的社会形态的内部的能量 还没有远远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 如果他能克服自己的危机 那么资本主义 他就会把自己的这样一个 好的方面能量的方面 全部都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无产阶级 不能够 就是说无产阶级 不要去进行革命 而是要什么呢 就是作为他的反对面 来不断地批评他 来修正他 使他资本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 然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 然后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再去夺取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政权 而借助他的这样一个 生产的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呢 就是反对这个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就是对当时的这样一个思想的观点 反对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而且他认为了 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 这个社会主义因素的这样一个增长 他可以不通过暴力的形式 通过这个和平的方式 来进入社会主义 来进入社会主义 那么百恩斯坦的这样一个修正主义的观点呢 在两个方面呢 影响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一个方面呢 在研究的问题上 就说这个百恩斯坦 虽然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资本集人理论 这样一些具体关键的修 这个观点的修正 但是在本质上 在本质上呢 他是要否定 马克思关于社会 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思想 那么既然是这样 所以呢 你为了这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包括这个罗沙罗森堡 他为了反驳百恩斯坦的观点 就必须啊 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说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要说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客观必然性 而且呢 他还要说明 马克思哲学的本质 极其时代性问题 以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 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 帝国主义的本质 极其历史趋势 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你要通过这个 对帝国主义的研究 对当时这个西欧资本主义 社会发展的一个说明来批判百恩斯坦讲 就是要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有没有客观必然性 有没有客观必然性 所以就必须要用这个问题啊 来反驳这个百恩斯坦 那么这一个问题呢就构成了这一时期 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些 哲学研究的一个总问题 就也形成了这个德国马克思主义啊 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 具体的说形成了这个罗沙卢森堡 和这个列宁哲学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然后卢森堡的这样一个哲学 特别强调世界历史的必然性的思想 所以他一定要讲这个世界历史的 这样一个必然性 而这个列宁的哲学呢 主要强调世界历史的偶然性 他就认为就是说在这个 因为这个世界历史必然性 这个卢森堡的世界历史必然性的观点 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他就强调这个西方的 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啊 它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它的这个必然性 主要讲西方资本主义这样一个 发展的这样一个必然性 那么就是说东方社会是从属于西方的 就是它从一个西方人的这样一个 西方人的这样一个眼光 看待世界历史 认为这个因为你东方国家 当时这个欧洲资本主义 入境东方的时候 东方还处在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 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形态上要宛于西欧 宛于西欧 所以这个整个世界历史啊 这个西欧的资本主义呢 它是占主导地位的 而你东方是从属于西方的 这个跟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啊 是马克思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呢他就强调什么 世界历史必然性的时候是实际上是强调 西方社会 在西方资本主义啊 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 占住了主导地位 而东方呢是一个被动的因素 列宁强调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他是认为 虽然东方社会的发展 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 宛于西方 但是呢 东方社会可以利用西方的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 来这个来这个 通过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而改变东西方的格局 改变东西方格局 使东方社会呢 能够啊 这个和这个 达到和这个西方社会向抗衡 甚至呢代表了这个整个世界历史发展 给这个世界历史发展呢 开辟一个新的前景 所以他就强调这个世界历史的 这样一个偶然因素 偶然因素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 呃 他们之间实际上呢 是和自己所要 和自己的这个时代 和自己民族 特别是和他们民族 和他们的所要解答的问题啊 是相联系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不理解 为什么如果你孤立地看 不看这个白恩斯坦提出的观点 你就不理解 罗莎卢森堡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问题 实际上他就是为了解答 这个白恩斯坦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列宁呢 也是站在这个东方人的一个立场上 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变化 他是希望这个东方社会啊 特别是这个苏联 这个俄国 能够成为这个 整个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起点 新的起点 所以他们的这个所处的这样一个历史地位不同 所以他们看问题的方法呢 也是不同的 研究的问题也是不同的 那么这是在研究的问题上 那么在这个理论研究的项度上啊 一个是在这个问题上 对这个德国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理论研究的项度上 白恩斯坦已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和资本主义 资本集累理论的修正 改变了马克思研究生产力 生产关系历史规律的研究 这个资本主义历史规律的一个项度 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 它有两个特点啊 就是它的研究啊 有两个特点 一个呢 它强调生产力啊 是一个动力 那么呢 生产力是一个动力 这样一个动力 它是由什么 由它的工具的改进 由它的工具的改进 不是看了吗 都是工具的改进 所以它整个的讲的是什么 一种技术的进步 所以在马克思那儿 它讲维吾史观啊 它是一种理性的 我们前面讲了 它是一种理性 这个理性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它讲的是 技术是这个工具的这样一个变化 工具的变化 但是白恩斯坦 它研究的是什么 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 资本积累的理论 资本积累的理论 和危机理论的研究是什么 一个是从动力学的角度 从动力学的 也就是从它的源头上讲 那么这个危机理论是什么 从它的尾 是吧 从它的尾 这个结尾上讲什么呢 我看它危机是如何可能 它能不能克服危机 能不能克服危机 那么这样一个研究呢 它是一种什么 对一种条件的研究 你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所以由于这样一个研究呢 它就改变了这样一个向度 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 转向了生产关系 动力学的研究呢 是生产力 那么你对它的条件的研究啊 实际上就转向了生产关系 那就说什么 你生产力的发展 还有多大的限度 如果马克思就说 他说从动力上面来讲 这个生产力发展是无限的 它总是要冲破生产关系 我们在前面讲了 不论是值的变化 还是量的变化 那么它都会带来什么 就是生产力 不论何时何地 它都是在变的 不是经历值的变化 就是经历量的变化 那么值的变化呢 是导致了整个生产关系的 这样一个变革 和社会形态的变革 那么量的变化呢 它就会积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就是由量变到值变 积蓄这样一个变革 推动你这个社会的 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呢 它是一个非常能动的 这样一个要素 是一个技术的要素 然后推动它发展 那么如果对这个 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 就是对这个危机理论的 这样一个研究 也就是说 你生产力发展条件的 一个研究 对一个危机理论的研究 它是 它要讲的什么 你生产力不断地发展 难道它是无限的吗 它是有一定的界限的啊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对这个 生产力 你考察一下 是危机理论 危机理论和崩溃 那就是说 你生产力发展 是应该有限度的 而不能是无限的 而不能是无限的 所以你自己要 节制自己的 这样一个生产力的发展 那也就是说 我要考察什么 生产力发展的条件 是如何可能的 它有没有这个条件 我这个条件 是能够让生产力发展呢 还是不允许它发展 所以这样呢 由于这个 对这个危机理论 和这个崩溃理论的研究 就把资本主义的危机 和生成的历史条件 变成了 研究资本主义 规律的一个主要项度 所以呢 它就要讲生产关系 讲生产力发展的条件 我们刚才说的 你的这个条件是什么 你生产力发展 你有没有一个 生产力发展的 这样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的危机 和它的生成条件 资本主义啊 它能不能生成 它能不能生成 是不是仅仅通过 这个发展生产力 我们说资本主义啊 把这个生产力 解放出来了 解放出来了 所以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说 它是几百年 但是创造了 人类几千年的物质财富 比创造的几千年的 物质财富的总和还要多 就是它可以说 充分地把生产力 释放出来了 那么这个危机理论的研究 就是说 你资本主义的这个生成环境 到底是不是可能的 是不是可能的 所以就形成了 这样一个对资本主义 危机理论的研究 那么为了反驳 白恩斯坦的 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呢 就必须要说明 资本主义的生产的 历史环境问题 生成的历史环境问题 这就客观上 导致了资本主义研究 这个规律研究的 一个向度的变化 也就是说 它不是从技术的向度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 无限扩大 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规律 及其历史趋势 而是从什么 深层的价值向度 而是从深层的价值向度上 来说明 从资本主义的 深层的历史环境 日益苏小 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规律 及其历史趋势 那么这一点呢 它也和苏联马克思主义 是不同的 那么苏联马克思主义 比方说像列宁 主要是从技术向度上 技术向度上 来说明资本主义 俄国资本主义 产生的一个避难性 说明俄国 由于它有广大的 这样一个发展空间 所以它比西欧 更具有资本主义 发展的这样一个活力 它说资本主义 西欧为什么是已经蒙落了呢 因为你的资本主义 已经发展的没有空间了 所以你才把这个空间 转到想到这个东方来掠夺 来掠夺 说明你的这个资本主义 已经蒙落了 他列宁说 但是在我们呢 却有广大的土地 共开发 我们的资本主义 发展有很大的 这样一个前景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说俄国的资本主义 比这个欧洲呢 更具有发展的活力 发展的活力 那么由于这两个向度的变化 所以德国马克思主义呢 就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从而创造了自己的 这样一个研究传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啊 他们在研究上啊 就是包括这个 就是罗沙卢森堡 他的这个整个的研究项度啊 是什么 就是他不是啊 在研究这个动力学的问题 而是讲的 包括他的这个资本级的理论 就是讲的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危机 和他的生存条件的问题 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 然后呢 再一个呢 他就是用资本的这样一个价值 资本的价值啊 来说明资本发展的 一个限度问题 资本的限度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区别啊 他的理论创新点是怎么发生的 是怎么发生的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他是和这个 整个白恩斯坦提出的 这样一个问题啊 他是相关的 他是相关的 那么在这个 罗沙卢森堡的思想的研究上呢 我们主要啊 要有几个难点啊 有几个难点 就是如何看待这个 罗沙卢森堡的理论创造的问题 就怎么看待他 这是一个 一个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何看待 列宁对卢森堡的 这样一个评价 如何看待罗沙卢森堡 这个列宁对 罗沙卢森堡的评价 因为列宁对 罗沙卢森堡的批评 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 所以呢 使罗沙卢森堡的 这样一个地位啊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罗沙卢森堡曾经呢 就是说他在发表了 资本积累论以后 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 这样一个批评 来自各方面批评 后来罗沙卢森堡呢 为了反驳他 说这个就写了一个反批评 写了一个反批评 尽管他已经写了 来程序自己的观点 但是呢 这个能不能依然对他的 这样一个罗沙卢森堡啊 依然持这样一个否定态度 后来呢 这个 所以我说这个 你看到罗沙卢森堡呢 就是我就觉得 这个有一个理论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思想 历史啊是思想的实验史 就是说任何思想 不管他在当时 受到多大的批判 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呢 它的价值呢 才是真正的得到检验 才能够 才能够 这个 得到这个肯定 而当时的 因为当时的很多批评观点呢 它包括对卢森堡的 这个思想的一个不理解 这个不理解 而且包括对当时的 因为一个思想家 一个特别是富有这个历史远见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不可能在那个时代 被所有都理解 这是很正常的啊 如果要是每个人都可以发现真理啊 那真理就成了常识了 就不是真理了 所以真理组织是少数人发现的啊 少数人发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看待 列宁对卢森堡的评价问题 列宁对卢森堡的评价问题呢 就涉及到一个东西方 马克思主义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关系问题 这个我们也要做一个历史的评价 历史的评价 这个我再把这讲一下 你们听课的时候呢 可以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下面呢 我们先把这个 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生平啊 和列宁对他的这样一个批评啊 做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再讲他的这个主要思想啊 就说罗沙卢森堡呢 他是1871年3月5日 出生在波兰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 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和强烈的政治影响 这个他的这个出生年月啊 我讲一下 这个年月 这个月和日呢 是没有错的 但是他的这个 出生年份呢 是 是一个有疑问的 有的写的1870年 有的写的1871年 这个问题啊 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 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是因为罗沙卢森堡 他是一个波兰人嘛 然后他从波兰的到了这个苏利市 然后在苏利市的这个大学里面呢 他是成绩是第一名 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 当时呢 他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呢 是回到波兰 一个呢 是进入德国 进入德国 呃 就是说 但是如果要是进入德国的时候呢 呃 就要有这个护照 就是说 要有德国的这样一个护照 然后又为了避免这个检查 所以他在德国 波兰和这个苏利市 几个地方的这个亡反的时候 为了这个掩饰自己的 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啊 因为他是一个革命家 为了掩盖这个身份 所以呢 就不断地在这个护照的日期上啊 就做了一些变化 做了一些变化 有的护照是这个 有的护照是那个 所以在1870年和1871年 就已经搞不清楚了 后来我为这个问题了 我专门问了这个 德国的这个罗沙卢森堡的专家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考证的结果 到底罗沙卢森堡是1871年呢 还是1870年 就是包括去年 我在这个 就是09年吧 在这个德国去开这个 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 国际研讨会 我们还参观了这个 罗沙卢森堡的故居 以及它在整个柏林的 这样一个一个足迹啊 就是参观 为什么这个 去年要在这个 罗沙卢森堡 要在德国开这个会呢 去年是罗沙卢森堡 遇害90周年 遇害9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 当时的时候 这个因为这个 功能起义以后 这个罗沙卢森堡呢 就觉得这个革命的形势 不允许 就是反对功能起义 就是说 这个认为实际不成熟 后来结果 这个功能群众起义 是压不住的 就是说 它那个情绪一起来以后 任何人都无法压制 这样呢 它为了保护功能 为了保护功能 就自己走到前面去了 就是说这个 然后把功能都挡到后面 自己走到前面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把这个卢森堡抓住了 抓住以后呢 当时就是说 就是说 把卢森堡呢 就是看着是一个 当时在 是最恐怖的嘛 就是在这个反动派的眼里 是最恐怖的 所以呢 当天就把卢森堡杀害了 杀害了以后呢 就把他放到 就把他丢到这个 一个河里面 然后这个河里面 到过了三个月 才找到他的这样一个尸体 找到他尸体 这个被害的日期 正好是元月十五号 就是元月十五号 所以我们去开会呢 就刚好是元月十六号 就是十五号到那个 那个德国 然后呢 就是专门组织了一个 就是沿着这个卢森堡的 这样一个足迹 去去参观了 包括他的这样一个街 我们又下一次把那个 他的这个图片 可以给你们看一看 就是那个 我们参观的这样一些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 整个罗沙罗森堡的 这个足迹 现在是他们每年 到了这样一个纪念日 人们都在这个 罗沙罗森堡的这样一个 就是到他的这样一个 住属去 还有这个他牺牲的 这个地方去献花 反正我觉得 这个能到这个 就是很值得啊 就是虽然他为这个功能 献出了自己的这个生命 但是呢 这个功能也就永远的 这个能够记住他 然后呢 就是到了这个 06年的时候 06年的时候 我们去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 就在这个卢森堡街 住了一百条 就是那个铜像住的 这样一个 就是一条一条的 就把这个卢森堡的 一些名言啊 他的这个思想 就用那个铜住 住在这个路上 一共住了一百条 就是 就是让人们啊 走路的时候 一到了卢森堡街 就会想起这个 罗沙卢森堡 对他的这个思想进行研究 后来我就去买了一本书 就是关于这个说明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 06年的时候 就是开始这个 会这个德国啊 会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包括他的墓 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后来跟他重新 做了一个很大的 这样一个梦 很大的墓 我到时候可以 给你们看一看 下一次啊 他就是 他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当时的时候 他们 这个为什么会 会对这个 罗沙卢森堡啊 就讲 他们就说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上 有四个思想家 是坚持彻底 民主没有走向专制的 这个思想 直到现在 就被能不能研究的 那么一个呢 是马克思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葛兰西 第二个 其实他们说的是 卢森堡 第三个是葛兰西 第四个是葛瓦拉 那么马克思呢 就是说 现在能不能 就是他的研究 是可以说 是非常的广泛的 葛兰西呢 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 就是在知识分子里面 很有影响 那么格瓦拉呢 对青年学生当中 很有影响 唯独 罗沙卢森堡 没有得到他应有的 这样一个价值和评价 所以呢 他们到了这个 新世纪以后呢 就开始就说 我们要现在开展 对这个罗沙卢森堡 思想的一个 重新评价和研究 所以就为了纪念他 就说 就把这个 距了一百条的 这个铜像 就住到这个 他的那个卢森堡街的 这个一个路上 就是大家走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卢森堡 这个为这个 为这个功能的 这样一个现身 以及他对这个 整个人类思想史上 提出哪些 有价值的这样一个思想 提出哪些 有价值思想 所以这个 罗沙卢森堡 我就讲一下 后来我当时就 在这个参观的时候 我就问 我说罗沙卢森堡 到底是71年出生的 1871年呢 还是1870年呢 他们说 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了 因为他那个护照 不断地在调换 所以现在已经 无法考证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按照1871年 所以我们写的日期呢 也是1871年 就是这样来的 反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可能有的是写1870年 这都不 70年写70年 71年都不为错 因为这个 由于他的 我采用的护照不同 所以也没办法 作为革命者 还没办法来考证 幸好 我采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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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